星級會客室 有請星級主持汪萬寧 汪萬寧, 資深傳媒人 縱橫娛樂圈四十年 不少名人、巨星、幕後大師 都是他的好朋友 可惠相識滿天下 今集請來的嘉賓 除了有從小演戲做到大的石修 還有他兒子陳雨昕 兒子陳雨昕 會公開石修Keep It成功的秘密 他擠得不錯 他擠得好, 因為我和媽媽在身邊 捂住他… 石修對兒子的工作表現有多著緊 為何兒子對石修的一番好意 又不領情呢 兩個人的視線放在我身上 你覺得很沉重, 是嗎 太多了, 太多愛 石修, 原名陳石修 八歲出道成為童星 長大之後加入電視台 成為多套電視劇男主角不義之選 八十年代尾曾經移民加拿大 直至九七年, 才重返香港 跟香港觀眾見面 陳雨昕 2003年大學畢業之後 加入電視台, 開始演藝生涯 他本身亦憑設計方面的才華 開設自家的首飾品牌 一於演而優質商 這次石修兩兒子爺 齊齊現身接受訪問 原來人稱石仔的陳雨昕 演戲的興趣並非來自星級父親 這一集, 又多了一個星二代 Sam 你好, 你好 謝謝你, 上來聊天 謝謝… 這一集, 你多說些話 好, 好, 盡量 阿修哥坐在旁邊而已 我聽, 別讓他說這麼多 別讓他說, 別讓他說 我想說, 你一大學畢業 你跟爸爸說你要進入娛樂圈 是一早受他的影響 而是對娛樂圈有興趣, 還是怎樣 我… 我真的沒有想過這件事 讀書的時候沒有想過嗎 從頭到尾, 從小到大 都沒有想過要做這件事 為何突然… 因為自己沒有這個表演用 我不喜歡表演給自己 但為何大學畢業後突然變成… 我想因為我去了英國那段時間 去了四年 接觸了很多舞台和音樂劇的演出 就是經常看別人的電影 經常看, 因為那裡有很多 很蓬勃的 喜歡了這件事 還沒回來之前, 我自己也去創作一個課程 是在舞台演出的 喜歡的程度去到那裡 你一直看, 看得多 覺得演戲原來是一件這麼開心的事 我覺得是一件… 給我一種很有現場的感覺 那種喜怒哀樂, 在舞台那裡 所以才試, 試了之後就跟他說 可不可以讀完書回來… 那時是多少歲 給我機會進入這行 那時是22歲 22歲 22歲 你爸爸是否很歡迎, 還是晴天霹靂 我讓你讀這麼多書 你竟然說要進入這行 我想當時… 很驚慌 很驚慌, 是嗎 心都掉了出來 心都掉了出來 心都掉了出來, 其實你不贊成 其實我也不希望他進入這行 坦白… 坦白說一說 他跟我說, 我也告訴他 你讀書也不是這樣 你走回來演戲 如果你喜歡演戲, 早就去讀演戲 不要讀別的東西 但我經常很奇怪 上一代自己做這行 通常不太贊成孩子做, 不知為何 我也給他解釋 我說做這行, 不是你勤力 發展就變成… 牛都勤力了 對… 要說運的 這行是要照顧很多東西的 說關係, 說運氣 當然你自己的濟慮也很重要 要說市場 我告訴你, 可能你繞一個大圈 做十年八年也找不到你自己的路線 如果你做你讀書那一行 即是建築 你一出來, 你五年就已經有五年的經驗 你六年就有六年的經驗 那就是你的資產 你的身價… 做運樂圈好像要… 我跟他解釋了 但似乎他也挺堅決的 說老爸…這樣我希望你尊重我的決定 好嗎 這樣跟老爸說, 也沒法指不… 沒法指不動意 當人決定 其實他最後一年, 他回到香港 我跟我說要演戲 當然我心裡的計劃不是這樣 但我又不可以代表他的計劃 你本來的計劃是怎樣的 那我正正當當做建築 他喜歡建築 他很喜歡建築 他很喜歡天馬行空的東西 他很喜歡設計 很喜歡畫的東西 很喜歡砌模型 喜歡… 我想他這個是天分 他一看的東西就已經做出來了 就是這樣的東西 他回來跟我說的時候 我都… 唯一的, 我唯一 你一定要大學, 不阻業 其他的東西 那條路怎樣走你自己的 一定要這樣做 我說你想演戲 你不讀完書, 你不要演戲 我說因為你起碼 都要有一個最基本的教育 他又把這件事掛在心裡 掛得很重 我還記得他那天在學校派成績表 上午派成績表 中午就打電話回來香港 搞定了 喂, 我畢業了 是不是明天回來演戲 我說這麼花水 把書都扔掉了, 馬上燒掉了 我真的… 也感覺到他很生氣 很希望、很想 當時很有熱情 也是為了自己能夠做到那件事 他在讀書上也讀了一個成績 他又很奇怪, 用了一個享受 我也覺得, 我也很奇怪 我是不是你 你讀書的態度不是這樣 那就可以了 就是說他讀了書回來做 我給他自己的選擇 他也曾經試過 試過做暑期工 回來香港 都踩過地盤 他也不是沒落過地盤 因為暑期工 他讀過那件事 做了那件事 在香港的Pride 暑期工 他也在建築公司 或者去project做 一看他的學校 因為他的建築是有名的 一看他的學校就醒了 他也踩過地盤 我回來後, 沒多久就進去TVB做 那是你替他安排的? 我介紹他 因為他打電話回來 老爸, 我畢業了 我明天回來演戲 現在頭痕 你說得這麼容易 明天回來演戲 沒事就要找你, 就要給你 一般人要入娛樂圈做幕前 一點也不容易 難得陳宇森有位升級爸爸 所以很快就順利入行 而做爸爸的 對兒子的表現當然非常著緊 有時有沒有跟爸爸娶娶驚 他一開始就很緊張 剛才入行兩、三年的時候 他每次有我的演出 在電視上出現 他一定會錄影 錄影之後… 即是擔定鄧仔在那裡看 對, 他看了 他上課了, 上課上課 有時我下班回來也不晚 不早了, 不早了 不早了, 已經很累了 我想洗個澡睡覺 他又要進我家過來 阿齊 看帶, 像重溫一樣 他開會又要… 這裡, 你應該這樣 你這裡怎麼做… 我想有些事其實我都聽到 只不過我給不到反應 我真的太累了 或者覺得不用太緊張 我經常都說 你要讓我自己去做 即是讓你自己去做 你要放心讓我去做 要不然你這樣… 一件事都好像拿著我的手去做 我學不到東西 他慢慢都了解到這件事 沒有了, 不用再看帶了 修哥, 你覺得 你是不是真的拿著你兒子的手去走 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現在絕對沒有了, 這麼大 你那時候實在太緊張了 不是, 開台的時候 因為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有一個現成的人教你 你也不說了 有些人給學費 給一些專業的人說 去吸收一件事 現在我現成教你 人家聘請我也聘不了 是吧 我也未必肯去開聲教 不如我告訴你 用我的經驗告訴你 這樣的做法會較適合、較好 我用這個方法 從這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當然, 他跟我兒子 我更加… 兩件事都加起來 是否緊張 緊張加緊張 就很緊張 原來他說 你不要捉住我的手 你讓我去試 我都思考了 我自己完全沒有人教的 情形之下就撞出來 我都經歷了這麼多 所以後來… 我們也有聊天 好像給他多些機會 我們聊天的方式 不是爸爸教兒子的聊天 大家討論 放開來看 對 他也給我很多他的看法 其實我也接受 我跟他聊天也有好處 因為我可以吸收到 今天年輕的人 他的思想是怎樣 他做事的方式是怎樣 其實我是從中去取經 變成我是在聽他說話 由他去教我 怎樣去跟年輕人相處 或者怎樣去適應這個社會 反過來我也得到好處 其實我們都是大家互相交流 互相溝通 我跟他經過很多次 大家都互相溝通之後 我發覺到真的 不能牽著他的手下 如果牽著他的手下 他永遠都是不大 他永遠都是食修的兒子 我相信他都不希望 你是食修的兒子 就不希望你是陳雨昕 他就覺得是一種剛才 比較獨立 對,就變成一個信心大 其實我很多年前 已經不再去理他的事 當然我會在背後看 我會感覺他 究竟他自己走自己的路 的時候 那個進步有多快 我看他的速度 今天來說我真的很放心 很放心 下一節回來 但是事業曾經不如意的陳雨昕 會透露自己用什麼心態面對 好像等人到 究竟你做了什麼? 有沒有受過訓練? 所以就做到… 心灰而冷 對,他人很不開心 石修也會分享 他如何落手落腳 協助兒子做生意 其實我今天來 上午幫兒子搬貨 我求媽媽打他工 因為… 沒有薪水的 沒有薪水的